说好的选举改革呢 安华进军营拉票 做国防部的官车 结果被批评烂权 三人已经被控了 说到就是煽动法令 是还没有废除的 多马六说 政府没有设下这个时间表呀 宽庭的新配套的收费下降 网速却上升了 歌兵新却说 其实部分现有的用户 并没有受贿 南北大道恐怖车祸 引起关注 陆兆福今天说 曼诺拉隧道 或许将禁止重型车辆 在过去的星期六 南北大道的北上 第255.6公里处 发生了一起恐怖的致命车祸 看到照片时 我心都寒了一下 一辆托格罗里 在大道行驶的时候 怀疑因为失控 就从左边的车道 冲入右边车道 一连是擦撞了多辆车 结果其中一辆车 被挤到大道的中间 那个水泥分界滴那边 然后就引发了大火 车内的五名华裔 包括一名婴儿 活活被烧死了 对 我常常觉得这样子的事情 是很可怕 是什么 虽然我们是很小心 很谨慎的开车 可是我们没有 没有办法去避免到 从外来的一些车辆的 一些疏忽呢 然后引发的一个 飞来哼祸 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霹雳警方也是证实说 这一个照获的托格罗里司机呢 他对毒品的检验 是成阳性反应的 就是说怀疑 他当时曾经吸食过冰毒的 不过呢 这一名司机并没有任何的 刑事罪案的前科记录 可是他却有13项 违规驾驶的记录 而他所属于的公司呢 则有被开过 11张交通罚单的一个情况 根据司机的口供啊 他就说托格罗里的煞车剂 在案发的时候失领了 他是为了要躲避前方的车辆 而失控撞向大道的分界低 但是他当时就没有留意到 这个有汽车在罗里旁边 和这个分界低那边的车道上 是有汽车在行驶的 对因为如果你是行驶上 在那一个车道上面的话 一个托格罗里突然间失控 如果又是在隧道里面 基本上去是没有其他地方 你可以逃的 所以就酿成了一个 这样子的情况 而这一个罗里司机呢 他今天早上呢就获得推示停试 准许他延后两天 而警方目前呢 也是援引了1987年的 陆路交通法令呢 是调查这件案情的 这件事情很多人都在关注 包括了交通部也出来说话了 交通部长陆教福呢 今天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够了 Enough is enough 我们将对那些网顾法纪的 运输公司采取严厉的行动 而且就是现在 现在就是时候了 对那陆教福他就有说跟着就是在这一起 Menora隧道事情啊 就是这个车祸发生过后呢 其实呢交通部还有说过很多的建议 一些建议呢就希望说 政府呢可以禁止重型车辆 就是重型托格罗里呢 就是接下来会可以继续使用这个隧道的 而交通部方面呢 他将会和工程部长巴鲁比安呢 去探讨说 哎到底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如何 那也就是说如果政府真的是禁止重型车辆使用这个车道 这隧道的话呢 就是说接下来就啊 这个重型罗里啊 或者是托格罗里呢 他们可能就必须要绕道而行了 不管怎样啦 陆教福他有说 他们也是要去考量 如果你让这些罗里使用联邦公路 可能就会对联邦公路的使用者带来压力等等问题 联邦公路本来就很小 而且车数不能高 那如果又在让在罗里避开高速公路的话 好像又是一个问题 所以到最后也不是托格罗里的问题 我觉得是那种驾驶态度 没错 真的 而且事前你在出发之前一定要先检查好 所有汽车的零件等等的 这些都很重要的 OK 那看到其实陆教福也有提到 为了要确保罗里不会超载或者是违规 陆路交通局将在未来两个月派驻官 派官员去那边驻守 在这个隧道的出入口处 而陆教福有说 当局会看成效 再决定是不是要继续下去这个方案 对那陆教福还有说到 交通部接下来也将会严重危险驾驶 而导致他人死亡的公路意外的招获者 也就是说包括会修订 1987年的陆路交通法令第41条文 终身吊销他们的驾驶执照 因为我们看到说现有的法律 其实对于危险驾驶 导致他人死亡的这一个罪名 是蛮轻的 因为陆教福就认为说 应该要终身吊销 因为目前的情况是 如果是出犯者的话 是吊销驾驾驶三年 而你再犯的话 是吊销执照是十年 可是他就认为说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都是不够严苛的 所以当局会深入去调查 去修正现有的交通法令 也是啦 如果你终身不让这个人 去开车的话 至少你就是可以一劳永逸的 解决掉这个问题 如果那个人是很容易又再重犯的话 那可能是对很多人带来威胁 那陆兆福今天还说到 针对这起事件的话呢 陆陆公共交通委员会 会对涉案的公司 USAHA MAJU就讲开调查 一旦发出这个解释性的业者的 营业执照之后 可能会被吊销的 他也说到目前呢 这家运输公司旗下有28辆罗里 今天开始呢 是被禁止上入两个星期14天 也必须把所有的罗里去交去检验 要确保所有的这个零件是 性能是可以使用运用的 是安全的 所以陆兆福还有提到 其实这几个月来呢 发生了这么多体的夺命车祸呢 其实他作为交通部长 他也是感到很难过 所以他就敦促交通部的官员呢 应该尽一切的可能呢 就确保类似的事件不会再发生 那我们真的是希望 尤其是你知道吗 你开这罗里的话 你的责任就更加重大 因为你所开的是一个大型罗里 而如果你还在就是 逆向行驶的话 那个情况就会更加的糟糕了 很可怕 因为昨天 那一件在南北大道的 致命车祸在前天发生 昨天呢 南北大道也发生一起 逆向行驶的事故 在马来西亚好像很多起逆向行驶了 这个罗里司机怀疑他是喝醉了 然后他竟然在大道上面逆向行驶 期间呢 还撞上迎面而来的另一辆罗里 还好是没有造成人命伤亡啊 而这起事件呢 就发生在雪州万脑 双西布亚 收费站的附近 那警方就有说这个造货的罗里司机呢 他在离开收费站过后呢 他就开始逆向行驶了 所以他是一直这么开 我觉得路上的那些车看到他都应该是真的是被吓到 直到他最后是撞上了一辆迎面而来的罗里 才结束了这场闹剧 幸好我们还可以说是一场闹剧 你知道吗 因为他所幸是没有酿成任何的人命伤亡 那警方在调查这一个37岁的印翼男罗里司机的时候 更夸张是发现说 原来这个司机是没有驾驶执照的 而他自己本身呢 拥有了64张的这个交通罚单 这个更夸张 36项的逮捕令 还有15个法庭案件 还有一项就是偷窃的犯罪前科 所以呢 这位司机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通缉犯吗 因为他就是有36项的逮捕令 是一个前科累累的一个非常危险的驾驶人物来的 哎呦 不要去危害我们这些民众的安全好吗 真的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在交通方面 大家真的是开车也是要小心了 OK 我们要换一个焦点 也是有关大家日常生活会用到的东西 这个是宽屏服务 相信现在科技发达世代 谁没有宽屏啊 真的 而通讯极多媒体部长 哥冰心呢 就之前已经有要求过很多次了 又要求电信公司 必须要确保所有推出的这个 呃固定线宽屏配套呢 是可以真正让顾客 包括现有的客户受到呃优惠的 对 因为之前已经有叫他们要降低价格 然后提高网速了嘛 但是确实有这样的事情了 对 有一个文告昨天说了 对 可是出来之后呢 就发生了吗 发现有很多人好像并没有受惠耶 哦 OK 就是他们的宽屏服务费没有调低吗 对 还是他们的speed没有提高了 哎 这个是哥冰心他有说了 他研究了那个文告之后呢 看到那些新配套是有的 可是呢 现有的客户 他的宽屏服务费没有调低啊 那这就是说 这些用户是没办法及时得到优惠 对那他也发现没有任何改善的服务呢 是在3Mix服务那边有一些建议 对他来说 他觉得是必须要尽快去处理的 对 所以哥冰心就有说呢 他将会在近期里面会见电讯公司呢 就讨论这一起案件的希望说 哎可以赶快解决了 包括说哎 如果你本来是180块 那可能你下个月可以付一个100块也好 哎 真的是省很多 没错 那看到说昨天通讯部宣布说 哎我们将会迎来这个收费降幅最高是可以去到多少 百分之五十六哦 这个降幅 还网速是提高十倍 哎这个听起来真的是很醒人的 这个宽屏网络服务 那就看到MCMC的文高就有说呢 在强制定价就是MSAP的这个措施之下呢 马电讯TM啦 时光网Time 还有天地通 Selcom呢 是已经公布了他们最新的 就是入门级的这个宽屏网络的服务配套 而价格呢 都是在100令吉以下的 这个是新配套啊 看到MCMC文高也有列出啦 收费降幅最大的是天地通 它的降幅是达到56%或100令吉 哇很多耶 而这个降幅最小的是Time时光网 它的这个降幅达到34%或者是50令吉 这个在价格方面 而值得一提的话 这个Time呢 其实也推出了1GB 每个月199令吉的配套 也是我国第一次推出高达GIGABY 就是1000Mbps的这个宽屏网络配套 很快 是真的很快的吗 是吗 是不是这样子的 可是呢 我们在这件事情 就是发生之后啊 这个文告公布之后呢 就好像哥兵星有说的 发现好像很多用户 没有受到一些优惠 真的 因为我看到现在 现在我们在线上一些留言的朋友 也是有说到 没有耶 我是3Mix用户 我没有受惠啊 大家很勇于讨论 那接下来我们要告诉你 那个现在部的问题 就看到哥哥电讯公司 已经推出高网速低收费的 那个观评配套 你有没有从中收费 我们今天只有两个选项给你 对 就是如果你投选 哈哈很开心啊 就是说有啊有啊 我有收费啊 可能我的speed高了 又或者是我的收费是低了 这样子 那如果选择 没有的话 就是angry face 其实我们更建议你 去到我们的脸书那边留言 告诉我们你现在遇到的这个情况 你真的如果有收费的话 你也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就是特地有跟没有而已 我们后面呢 没有再加一些其他的 这是解释之类的 是想要听一下大家的情况是怎么样 所以欢迎大家呢 上到988的官方FB上面呢 去看到我们的现在word 你们去点选了你们的这个选项过后呢 欢迎来留言告诉我们 到底你的情况是怎么样的